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命令做好对美国本土和美国军事基地发动火箭袭击的准备 此前两架美国隐形轰炸机在韩国上空进行飞行训练 金正恩星期五与高层军队指挥官召开紧急会议时做出上述的指令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星期五数千名朝鲜人聚集在金日成广场对金领导人表示支持 朝鲜军方的一名发言人在这个大型机会上说 一旦美国采取军事行动他们会打击美方的B-52战略轰炸机和核动力潜艇 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 朝鲜官员应当明白发出这样的奇迹恐吓是危险的 他还对美方派隐形轰炸机飞往该地区做出辩护 他们可以用另外的一种方式走向更好的未来 但是他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并非如此 并且我们在这里有防务问题必须加以保障 还有对这个地区所做的承诺以及在那里的安全利益 因此我并不认为我们做了什么特别或者有挑衅性的举动 也没有超出各国为保护资深利益所采取的惯常行动 美军上将马丁·登普希说 美军加强在朝鲜半岛的备战能力并不是新进制定的策略 过去两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制定一个反挑衅方案 因为韩国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不愿意再受到挑衅 朝鲜近年来的挑衅行为包括违反联合国禁令进行第三次核实验 以及据信实际上是导弹实验的火箭发射的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